如果是補過頭了,或是補不得法的話呢 會出現以下的症狀 比如說在補氣跟補羊的這些藥膳當中 補得過頭了,它可能就會口乾舌燥更嚴重 它頭會有點脹脹的 然後它的這個牙齦可能會有一些浮腫的情況 甚至比較嚴重,它可能會覺得睡不好 會失眠,會有些心悸等等 這樣的情況可能就是補過頭了 那如果是補血、補陰的這些藥膳 補過頭的時候,它可能胃口反而會變得不好 肚子開始脹,那它的排便也會變得偏軟 甚至到拉的這個情況 細虛的人,他就是平常容易覺得疲倦 那這些人呢,也比較容易得到這些尤其性的感冒 那這些屬於氣虛的人 那血虛的人呢,他可能會比較容易會這個 頭暈啊,手腳會容易發麻等等 那如果是陰虛的人呢,他表現主要是會口乾舌燥 那他會覺得容易便秘啊,眼睛乾澀等等 那如果是陽虛的人呢,他容易會有一些胖的 然後呢,會有一些下半身比較沉重的這些問題的話 有以上是情形的人呢,我們都會建議需要要進補 高血壓的病人啊,或是說他在感冒 這些急性的一些感染當中呢,我們都會不適合進補 男性的話,可能會都覺得這個,平常下半身比較沉重啊,怕冷啊 會有這個腰痠啊,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他就比較適合這個溫補湯 入補湯的話,它是主要是這個,可以補血、養陰 所以像是這個女孩子啊,他比較容易會頭暈啊 或是他頭髮會容易乾燥啊,皮膚會比較容易乾燥的話 晚餐喔,全家人都在的時候呢 那大家可以分享這樣的一頓這個藥膳餐